文化寫書很容易變成副刊 副刊亦很容易有一個自我感覺良好 這個報道一定有很多人喜歡 但有時不是 雖然會這樣說 但你也有市場 你也要想一下究竟看的人是甚麼 如果你寫一些東西出來是沒有人看的 只有你自己喜歡的 這也不是一個成功的文化寫書 我潛入很多WhatsApp Group Facebook Group去看 你說懂得看一定要看留言 不是看別人的想法 而是看別人想問甚麼 例如做移民 如果你是做移民的 但你停在一些18歲的人那裡想 他也沒有本事移民 你寫給他看 可能他也不想移民的 那你的市場就錯了 究竟想移民的這群是甚麼人 他們拿著多少錢想移民 那你有了基本資料 你就知道你的受眾是誰 首先你也要知道你的受眾是誰 你才可以在市場 很多時候 因為跟受訪者太好談 很多時候你會導入了 他說甚麼你就相信 但我覺得要有第二回合 就是他說完之後 你要回去沉澱一下 如果他有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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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能他想呈現一些東西給你看 他的語氣是怎樣 有沒有說一半 不說一半 你要回去沉澱這個故事 沉澱這個人的說話 你可以得出一個立體的看法 我想我們經常收律師訊 因為你做的事 其實除了一些故事之外 你更加需要去寫一些權貴的事 政府的事 可能會受到很多壓力 甚至是律師訊 你怎樣去調節自己的EQ 那你首先 當然你出街之前所有事情 你要很肯定那些事實 一定是不可以錯 這是你基本要做的事 如果你覺得你的事實是沒有錯 其實我沒有東西可以害怕 很好